原本這個垃圾箱我用了二十多年 如果以政府環保袋的價錢來說 如果我用一個這樣的箱 每一個膠袋要七十多元 成本是十九層,三十八個樓盤 我們開會會在每一個附近安裝閉路電池 安裝所有閉路電池都要四萬多元 花團只能用家管理費平衡 香港對方內已經可以安裏 用家管理費平衡 用家管理費平衡 WHAT THEM 等於交代備費平衡 有人找到哪个理论呢 理论是引致到有争执 主要最大问题是对4月1日之中实施的立法收费 是一知半解 尤其是对按重量收费的标准 或者在收费过程中有没有在源头减快的情况下 减少踏心量也不太清楚 第三个问题就是汇宁市民在管理公司方面 都会有互相在某协调下会产生一些争执的担忧 总统都是反映了垃圾收费的推动都要一些再解说 尤其在政府层面都要陆区去聆听市民的担忧 和向多一些公司和法团去讲解垃圾收费的情况 我们也希望环保署可以再考虑到过月的私刑期 可以在全港推动一些免法袋的批发 不应该是汇宁在公屋区的居民